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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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中产呢 中产很多人有不同的答案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量度方法 当然有些经济学家用很长的方法 在社会中从收入或财富中间 中产 有些很似科学的做法去界定 最简单的一个界定 有些人说 总之你不是有钱 可以退休不做 不会饿死 或者你不是需要政府照顾 中产 香港如果用我刚才的广义 定义 就是说你不是有钱 都可以不工作 或者你不是一定要和政府拿中援的时候 老实说 大家一定不看 而香港绝大部分人是中产 但是 为什么好像全世界 或者香港有这么多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中产的问题 因为全世界 大家都知道贫富悬殊 一直是恶化的 有五个原因 就导致贫富悬殊 恶化和年轻人是不满的 这些都是世界因素 第一个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产品 你的市场就不只是本地市场 但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产品 或者好的主意 你用什么竞争呢 就用你劳力的价钱来竞争 就是斗便宜 斗便宜 因为全球化 你又不是和你旁边的那些斗 是和全世界最便宜的那些斗 所以如果你是没有能力 没有好的主意的时候 你就糟了 第二个就是新科技 新科技一方面 给了大家很多的方便 新科技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他在比方便的同事 是在取替很多工作崗位 其他有几个 比较大的冲击 一个就是譬如说 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政客为了自己选举 就会利用人的弱点 人的弱点 就是每人都希望比较少些 拿多些 所以我是政客 我就说 我为你们去谋福利 我为你们的子孙谋福利 但实际上就是我怎样选到 我选到最好的就是 减税 派钱 派堂 派堂的时候 那些钱哪里来 始终有人给的 香港我们说 我有盈余 这就是因为以前的人 负责任 留钱给现在 当西方已经没了钱的时候 他派的主要派 是什么呢 借债 借债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从子孙的口袋 挖钱 现在使用 所以一方面 就说 为你谋福利 二方面 就是把子孙的钱 派给你们选 那个政治人物 但是在美国 现在 或者西方 政府债台高速 一出生的时候 每人二十五万美金 正在等你 这个年轻人说 为什么我要 揹你们以前 洗大了 那些 当然不开心 再另外一个就是印钞票 印钞票 现在一两化 宽松 如果你的实物增长得不够 金融支撑快 只会导致两个后果 一是物价上升 你说CPIU很低 因为CPIU有租 租不好 暂时没有怎么加 但各位在资级市场买东西 你知道贵了很多 但另一个就是 钱用来投资 所以投资好的股票 投资好的地产 就导致地产的价格 和股票价格的上升 所以如果你是资产阶级的时候 你晚上睡在这里 都不会升值 因为在印钞票 但如果你没有资产 你只是靠分量 或者靠你的退休金 你就糟了 你买的东西越来越少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医学昌明 大家都注意健康 你们的寿命会越来越长 这是好事 所以恭喜你 在座各位 只要你不要租太自己 应该是活到一百二十岁的 这是好事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长命过你的储蓄 你还比死更惨 最重要的是 我自己看不看到前途在哪里 而前途取决于两个东西 一个是广义经济 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够 应该说 领导人或者政府 能不能够描维出 香港经济长远的竞争力在哪里 而你们是信服的 意思就是 香港的经济应该会继续有竞争力 这个其他政府是做得很好 譬如新加坡 人们很清楚知道 新加坡是往哪方面走 中国的人民也知道 政府是带领我们 中国是如何改善经济 我们用博物的授意 是有奔头 我知道如何走 亦相信这个方向是对的 我又希望 这是整体的希望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 是令到所谓在暂时不是那么有钱 那么成功的 是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所谓social mobility 如果一个政府在这两方面 这两方面都做得好 就是告诉你 经济应该在一个变化这么快的世界 仍然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二方面我们采取措施 就是让市民知道 尤其是年轻人知道 我是有机会往上流动的 纵使香港有很多有钱人 包括姓李的 好姓马的好 继续你有钱 香港其实是不理你的 因为香港其实觉得 这些仍然是我们仿效对象 但是如果觉得 我不知道整个经济 长远我如何才可以保持竞争力 特别是我们看到 我们周围的经济走得这么快 他们很清楚有一个蓝图 我们没有 那么我们就怯了 我们就没有信心了 我们就说 喂 怎么办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制度 或者一些措施 令到暂时没有那么够运的 或者能力没有那么高的 可以向上流动 特别是我们年轻人 有机会向上流动的时候 肯定社会是不满的 而特别是如果年轻人 看到物价不停地上涨 因为正是印钞票 这个原因也好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买地 而且房价价贵到根本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 都能买得到 当然这个世界会有奇迹 不过以旧的推论 如果大学不业生 1700元 就是人工 有些没有 一年就20万左右 不用不吃不穿 20万左右 你看到半山的楼 都五千万楼上的时候 你想想我怎么买 当然不一定是要买半山楼 但问题是想想 就算最小的楼 都几百万 他想想要做很多年 不用不值不穿 才能卖得到 我是不满的 所以我很支持政府 要把公屋增加的数量 政府做得很聪明 八成多人是住公屋 所以市民觉得 我最少又或者可以决到分 亦都因为他可以控制一定的楼价 有很多小型的企业 微小企业都可以创造业 而香港将这些 比不起租的擠出 所以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然亦都要有很多 如何令到年轻人 有往上流动的能力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去思考 全世界年轻人 是有期望这个好事 年轻人是需要看到 有机会往上流动的 这是很正常的事 我觉得你们经常一起去思考 如何可以替造一个环境 令到你们是有机会的 世界有很多机会的 马法腾和马云我都认识 两个不是出身有钱的人 但是因为他们是有梦想 他们抓得住这个新科技 新的环境 所以他们现在 在中国家传户口 全世界人都认识他们 所以其实在新的世界里面 机会是比现在 我们那一代更加多 不过问题是要求的技术和心态 是不一样的 以前我们说要学而致让 一出来就找份安定的工 然后老老实实地打工 打洗 然后退休等 有退休金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这样的了 刚才都说过了 要转功转好事 你们要自己想一个机会 但这些机会是可以说 如果你有创意的 有想法的 可能随手可得 有时去国内的时候 见到很多问题 那些管理软件不好 你让人不好 所以不要去 我见到他们说 这个不好 可以这样解决 那个不好可以这样解决 全部问题 其实都是机会 只要你把一个 换一个位置去看一看 这些就是机会 但是同时 是需要想想 懂得创业才行 你们是要想新的主意 学会如何去抓住这些新的主意 然后去为自己打造一个更好的明天 最重要的是 你们的心 只是想自己 还是想全世界 想起其他人 意思就是 应该如何去做一些有益于其他人的事 为其他人服务 有这样的心 你们就是贵族 纵使你们可能赚钱不得了那么多 但是最重要的是 心是有一个这样的意愿 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说 不要仰慕做中产 不要只是想赚钱 而是想想想 如何透过你们自己的知识 去为你们这一代 为下一代服务 这个也是符合圣经讲 或者我们讨告讲 让天国临在地上 多谢各位 请 AGAIN 演唱歌 《游戏经》 也许多有诚 我们的演唱歌 这个组织 才能扛成不同的 而是 切成太厉害 但是现在香港人口老化的问题 越来越厌重 在数十年之后 两个年轻人会装一名老人家 外国有很多国家都有这个全民的老年金的制度 但最后出来的结果都是交了一锅谱 香港这个岁街和岁基都这么窄的地区 请问你觉得如何解决这个人口老化严重的问题 多谢 人口老化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除非你想我们早点死 但人口老化可能是一个福气都未定 因为如果你的父母、祖父母都长寿 那你可以跟他共聚天伦长一些时间 但谁养他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我现在62岁大家都知道 但我也公开说过 我不是很想退休 因为我退休过 我满到很重要 在政府一出来的时候 很感谢主我不用工作 我都不用悠茶悠米 刚刚第一次有孩子 就召孕小孩 召孕小孩 召孕很开心 召孕完一年之后 就觉得很悠 所以就要静悠思动 一开始就先做个小巫 也挺好 但是入去门 所以就做公司和行动事 都就是门 所以辰转做全职的事 我因为每日起床 如果有健康我可以做些事 我很感恩 做事令人不止精神好很多 健康也好很多 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规律 就是我不用上班 我可以七点起床就行 我可以十点起床 我告诉你那年我身体不太好 因为没有规律 但当我说我希望我不用退休 你们就有一个问题 你老人不退休我哪里有位 所以是一个问题 但是好处就是全世界 你不一定要接我的位置 你可以做一间企业 你自己请自己 甚至你请我可以 所以我觉得 如果每人都能够 不只是想着我做一份工作 打一份工作 我打好这份工作 然后55岁或者60岁退休 60岁退休还有60年 兄弟 你怎样捱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样捱 可能因为你不做事 就会早一点都没做 所以每人都要去想 我如何令到 我可以养活自己 令到我这个人生有意义 这是另一个问题 不只是钱的问题 但是说回钱的问题 全民退保 我自己觉得 喂 需不需要 为什么一定要养 Rosanna和我 我不需要你养 你不要帮我想 我当我自己想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社会 我们有四个方面 是不容许发生的 当时我亦都在政府里面说 我希望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令到这四样东西不会发生 就是不会因为有人没有钱 而挨饿 而睡街 或者失货 吃饭 住屋 医疗 教育 这四个我们一定要保障 不会因为有人没有钱 是拿不到基本的保障 但是在基本保障之上 我觉得就不应该去想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安全网提高 在外国经验是很清楚显示 就会导致结构失业率上升 如果你打工比我更少 政府钱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打工呢 这个是人性 所以在外国已经是要 workfare 不是welfare 是要工作去赚一定的钱 当然如果你是身体残障 老年那些我们要保障 我们要保护 但是其他不许你自己出去做事 不够的时候我贴一点你 所以譬如要全民退保 不知怎样去公布这个计划 有些不负责任我 所以我鼓励大家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当年龄越来越长的时候 如何保障有需要的人 但亦都要令到年纪大一点 但是有能力的人可以继续 除了养自己 亦都可以对社会有贡献呢 这个我们就要想想 当盧山来一百岁的时候 我们怎么保证他仍然工作得有意义呢 这个我们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我问你刚才说到向上流动的问题 你觉得政府或者商界可以做什么 而青年人自己可以做什么 增加这个向上流动的机会 多谢 很好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需要大家一起去思考 当然 有些人一说贫困 夹待贫困 就说教育 我就参与教育政策成十多年 由UGC Chairman 接着做Education Commission 教统会 教育是其中一个答案 但教育教什么 等你学什么呢 这是一个问题 不只是让你读到多少年书 读到多少年书 如果你跟着就不再学习 如果你只是以为自己高分 社会欠了你 一定要给你多少人工 对不起 这个是错的 其实在教育里面 我最近都在其他场上讲教育 最重要是学习这个技能和这个态度 特别是一个充满机会 充满挑战 充满陷阵的机会 如何保证每一个人 不会因为短期利益犯错 当然我觉得最简单 就是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当你怕有神和审判 可能你就不会做到艾斯 但是你懂得赢 懂得输 懂得输 怎样可以专注 怎样可以有团女精神 怎样有导力 这些可能都是要想 而这些都没有分 都不会读书 但是教育的一部分之外 除了让你培养 你有一定的技能和态度 可以迎接挑战之外 只是教育是不够的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能都很清楚 我们家里 如果大家有请非语的时候 非语都是大学毕业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给教育 而不在社会创造机会 你只能够出外面打工 做容工 做建筑工人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社会 除了想有教育之外 如何在社会上创造很多机会 让大家有机会 用了你们受到的教育 去创造自己一片天 所以我们只要想 如果这个世界 将来不仅是打工的 是要鼓励创业的时候 整个社会应该 无论政府政策好 公司自己应该 可以采取什么态度 学生、研究界、金融界 因为很多创业需要金融的支持 无论是所谓VC 创业基金 或者退出的时候上市 一起我们去想 如何将香港 除了在金融中心 其实金融中心 本来已经是 所谓的知识经济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如何我们就着 一个高成本 但是我们是高知识 高技能的一些年轻人 去打造香港 成为一个创业中心 而香港创业是有传统 亦有这样的历史经验 但是 是要变很多东西 才能够往前推进 而政府最重要 做一件事 就是除了要想在哪个行业 这件事 其实他们也不用怎么想 最重要就是拆墙松绑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的规条 就绑死了大家创业 绑死大家创业的机会 所以这件事 我鼓励大家一起去想 如果有适当的教育 不仅是应事教育 不仅是拿高分 有好的环境 可以整个社会 鼓励大家创业创业 我就很相信 你们将会比马云更厉害 大家说 香港现在没有什么机会 或者这些东西这么贵 怎么办 为什么一定要想在香港发展 在纽约的大学生 在波士顿的大学生 因为我现在还是哈佛商学院 香港协会的主席 我将两年进去读书 在波士顿读书 大家知道是一个大学城 由哈佛、MIT 主义出来 你问那些学生 你毕业后在哪里工作 没有人会告诉你 我一定要在波士顿 在纽约毕业的NYU 学生不会说 我一定要在纽约工作 问香港学生 基本上 没有什么说 我将来会在沈阳工作 我们会在新加坡工作 都是想在香港 我觉得是否应该 也要改变一下心态 当然你在国内工作 竞争就多很多 但是为什么 人家不怕竞争 我们怕竞争 香港人从来不怕竞争 应该是迎难而上 越有竞争 我们就越要去 这样你的世界一下子 就是从落户 或者从深圳 河以南 整个世界应该都是 你的市场 刚才我都说过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 这是全球化的世界 所以我鼓励大家 想广点 不只是想香港 不只是想中国 而是想全世界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位置 就是当梁甘松先生 他回应POW的问题 就是他用了他三个儿子 两个儿子 和一个女儿的比喻 就是说 有时他们家里面 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 都有很多争吵 但问题 不可以完全解决到 是不是真的 是民主的问题 这件事 其实是事实 就是在一个社会当中 会有不同的stakeholders 会有不同的conflicts 做一个有效的政府 就是要解决到这些conflicts 以及看到大家 自分者 大家有什么相同之处 去达成共识 达成一个比较好的政策 他们有一个好的方向 他们有一个好的方向